音樂一下盛大開場 台下粉絲躁動不已 金曲樂團滅火器 初號晚間在北流開場 就是要熱血起來 趁著去年八月高流場的 好評聲是加碼演出北流 這也是滅火器睽違八年 再度在台北舉辦大型專場 吸引5500位觀眾滿場支持 讓台下觀眾都一起拍手合唱 滅火器這次演出也相當特別 因為適逢金曲頒獎典禮前 今年不只入圍最佳樂團 最佳台語專輯 最佳年度專輯 更是四度入圍年度歌曲 這次專門在後台接受訪問 表達喜悅 那時候正在排練 就是彩排這個 今天這個演唱會 對 都真的入圍就是很大的肯定了 所以那一天我們就非常高興 開香檳啦 還入圍了四個獎 對 樂團獎被唱到名字的時候 我就馬上香檳拿出來開 其實滅火器樂團已經出道滿25年 2020年拿下最佳樂團 今年再度入圍 要拚第二座樂團獎 不簡單 的話我想拿沒拿過的台語專輯 因為我也是 一個成就的解鎖 更表示想要衝小巨蛋 只是黨旗還在喬 也盼這次開唱 能讓全場歌迷一起集氣 TVBS新聞添加 近五季寫禮物 委來生小組台北藏寶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